来看看上个世纪50年代 打字明星的华美服装 在那个电脑还未完全普及的年代 人们日常处理工作 是非常依赖打字机的 打字速度的高低 很影响工作的效率 于是诞生了一项比拼打字速度的比赛 只要参赛的女孩赢得冠军 就会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法国电影一见成名 就还原了那个年代的打字竞赛 他讲述了一个普通女孩 凭借着超快的打字天赋 一跃成为高贵凤凰的故事 为了让电影的剧情 更契合时代的发展 一见成名的故事背景 设定在了上个世纪50年代 主角们除了使用上了各种型号的复古打字机 还穿上了款式繁多的复古戏服 作为一部提名了凯撒奖最佳服装设计奖的电影 一见成名不但故事情节非常的惊险刺激 做工考究的服装 也为这部法师甜心的电影增加了视觉的亮点 女主露斯的每一套戏服 在极尽展现50年代着装风貌的同时 还跟随着主角的成长 而表现了不同的风格样貌 首先来看看她华贵的晚礼服 在她成为打字明星以后 她穿上了一条金色印花的断面礼裙 裙子是抹胸裙的款式 为了不让脖子显得空大 还佩戴了一条金光闪闪的项链 项链的材质和颜色 都与头上的金属发饰形成视觉的呼应 为了让着装显得更奢华和优雅 这条礼裙还披了一条浅金色的批驳 在露斯还未成为打字明星之前 她的礼服是没有这么奢华的 比如她这条大红色的晚礼服 从裙子的面料到款式的设计 都不在奢华的范围 但整体的剪裁 却非常能凸显身形的曲线 晚礼裙的优雅感也不减分毫 在参加打字比赛的时候 露斯出镜的服装也是非常隆重的 并且越到影片后期 服装会变得越华丽 她这条粉红色的连衣裙 是她参加决赛时穿着的裙子 款式的设计很接近晚礼服的风格 大圆领的裙子 用抽折的工艺 做了一个散裙样式的裙板 并在腰间装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蝴蝶结 设计不复杂 但很有隆重着装的仪式感 因为是粉红的配色 所以整体偏向甜美的风格 加上裙子的面料非常富有光泽 以至于这条连衣裙 也能彰显出晚礼服的华美质感 在参加预赛的时候 露斯身着的连衣裙 是一条漏肩设计的裙子 虽然款式的设计 已具备晚礼服的隆重感 但裙子的面料却是普通的棉布 并且这条裙子搭配的发型 也不如粉红色连衣裙的披肩卷发 那般典雅 高高扎起的马尾 让露斯的着装更偏向娇俏的风格 当露斯第一次参加打字比赛的时候 他的着装更倾向林家女孩的感觉 白拼灰的无袖连衣裙 做了一个类似旗袍的圆宝领 并且还在圆宝领的上面 装点了一个蝴蝶结造型的盘扣 因为这个小心机的设计 观众能从露斯的着装里 看到中式旗袍的风韵 但这条裙子的裙摆 并没有做出中式旗袍的阔形 而是拼接了一个 50年代非常流行的散裙裙摆 这使得这条裙子 不会像中式旗袍那般很古典和雅致 却是非常契合角色个性的 它让着装者彰显出俏丽少女的一面 不得不说这条裙子 会比一般欧美式的服装更有辨识度 此外露斯还在日常的剧情里 亮相了两条非常厚实的连衣裙 一条是粗花泥材质的 裙身布满了喀紫色的条纹 款式很简约又很大方 没有过多复杂的装饰 上半身很修身 下半身是散裙样式的裙摆 加上腰线拉得比较高 所以这条裙子几乎不挑身材 即使是丰满体态的女孩 穿上它也能显瘦几分 粗花泥的面料 还渲染了秋冬着装的温暖氛围 另一条厚实的连衣裙 是这条布满格子的裙子 除了袖子和衣领 整体的扩形 与粗花泥的连衣裙相差无几 但就是因为袖子 改成了五分袖的设计 衣领是大翻领的剪裁 所以这条裙子体现出来的 着装气质会更优雅大方 没有粗花泥的连衣裙那么少女 此外 格纹的装饰元素 要比条纹显得更成熟一些 而这样的着装气质 露丝这套灰色的小套装 也能展现出来 从翻领设计的上衣 到散裙样式的半裙 整体的剪裁 与克里斯汀迪奥 在1947年推出的 新风帽系列很接近 套装的布料 也不是全灰色的 而是在灰色里 混入了一点点白色的线条 让深颜色的着装 看起来不那么沉闷 露丝的衣橱里 还有一条万能的绿色半裙 这条A字版型的高腰散裙 在影片里 与很多的上衣组合在了一起 并且每一套搭配出来 都毫无视觉的违和感 当这条半裙 与白色的无袖衬衣组合时 显得非常清新和亮丽 衬衣别致的衣领 为这套着装增加了吸睛的亮点 当这条半裙 与浅蓝色的衬衣一起出镜时 又是另一种着装风格 少了一点清新 多了一分沉稳 这件蓝色的衬衣 也设计了一个非常个性的衣领 但我个人觉得 脖子粗的女孩不建议尝试 不然会拉短脖子的比例 而这件同样与绿色半裙 组合出镜的蓝色上衣 因为露锁骨的圆领设计 就不会有缩短脖子的视觉效果 不仅限于我提到的这些 如果你对50年代的复古服装 非常感兴趣 不妨去看看 这部非常有意思的竞技电影 影片里其他配角们亮相的服装 也值得细细去观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